所以癌細胞事實上是,依照內功生理論,依供它的功能構造的瓦解,訓達爾文的演化論 所謂內功生理論功能構造的瓦解,就是立腺裡壞掉 達爾文的演化論事實上不光是進化,還包含了退化 所以我們人的細胞已經有退化 他在人體內進行退化,退化到原始的,我們開始所形成的那個沒有功能性的原始 真核跟我們的原核細胞狀態,這就是癌症 我們知道,癌症的突變最重要的關鍵是在立腺裡的破壞 立腺裡是一個能量工廠 工廠為什麼會壞掉 當工廠久了沒有運作以後,它就會壞掉 就像我們很多工廠一樣,風吹是在於,它沒有運作,它就破壞掉 那工廠為什麼破壞掉 因為它沒有原料 當工廠沒有原料,它就沒有辦法運作 沒有辦法運作久以後,它就破壞掉了 那各位,立腺體的原料是什麼 氧氣 氧氣 氧氣為什麼進不到細胞的立腺體裡面去呢 氧氣 因為它被拌著 隨著我們的食物、飲水、空氣所進到身體的污染源堵住了 這就是我們原則上 為什麼應該要吃原貌食物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人體跟食物共同演化 它有長久的歷史 那體內的酵素有最大可能的機會 將你的食物分寫到最微小的單位 不去堵住你的微血管 但人工添加物不行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以原貌的食物為主 但偶爾是沒有關係的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說的 再加上我們不正常的生活作息 或者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工作壓抑等等 這些都可能會增加你微血管的堵塞的程度 微血管的堵塞程度以後 氧氣過不了微血管 然後就進不到細胞的立腺體 立腺體久而以後壞掉 最終才變化成為癌症 這是等一下我們還可以更詳細的介紹一些 所以癌症它本身是一個身心靈中和而成的狀態 但是它最終的變化還是一樣 是癌變區域的物質層次 它是因為你癌變的區域 微血管跟細胞間隙的組織力變差 所導致的 各位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我們氧氣吸到身體裡面是不算素的 不算素 跟等一下我會提到的 食物吃進身體也不算素 也不算素喔 氧氣吸到身體裡面不算素是因為 吸進來以後 它不會自己也不會自己走 它一定要跟血液裡面紅血球的血紅素結合以後 然後跟著紅血球走 在哪裡走 在血管裡面走 所以 所以它順著血管走以後 它會走走走走到微血管的最末端 然後微血管末端才在這個地方跑出去 然後再進到細胞末再跑到細胞裡面的栗腺體裡面去 所以氧氣一定要過微血管才算素 所以微血管一旦堵住 那麼氧氣過不去 它後續的變化就非常的非常的問題 就會接種而治 所以癌症事實上是身心靈中和而成 所以它最終的變化是它 癌變區域的極度缺氧跟無氧 所最終導致的細胞的極致突然化現象 這就是癌症 重點來了 重點我們剛剛說的是這樣的狀態 那如何去修復恐怕才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才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細胞如何進行自我修復 同時事實上也是在修復癌症病變的源頭 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理解 我們剛剛說 首先談到這個生死狀況的關鍵理論 生死狀況的關鍵第一個就是呼吸跟心跳 這個叫關鍵動作 呼吸跟心跳任一個動作停止 生命就會結束 但為什麼是呼吸跟心跳讓我們活著呢 為什麼不是頭動一動腳動一動人就可以活著 因為氧氣 呼吸這個動作將氧氣吸到身體裡面來 心跳這個動作將氧氣打出去給其他的器官使用 所以人才因此而活著 現代醫學只有到這裡而已 現代醫學只有到這裡而已 但還有一個東西叫關鍵物質 ATP 現代醫學在這個區塊 在理論上有 但在實際的運作上沒有 這也是我們在盡力著力的地方 ATP這個東西的科學定義 科學定義叫生命賴與存活 細胞賴與正常運作 修復與活化的關鍵能量 各位看到 生命賴與存活就是活著 細胞賴與正常運作就是健康 你有修復跟活化 你就有最大可能的機會 走得長長久久 好 那ATP的產生 並不是人人相同 並不是人人相同 最重要區別點其實就在這裡 人體有三大營養素 我們用一分子的葡萄糖為例 他在製造ATP的過程是2661842 這個2是不用氧氣的 在細胞質裡面 後面的661842就是在立腺體裡面 在立腺體裡面 他一定這個661842必須有氧氣到位 氧氣、氧氣、氧氣、氧氣 到位以後的氧化磷酸化 才可以製造出來 才可以製造出來 所以假設 某人立腺體裡面的氧氣是充足的 他整個從2一直到後面的2 總共38分子的ATP 就可以完整製造出來 但如果某人的立腺體裡面 氧氣是不夠的 他可能只有2加6 或者2加6加6 相同的一分子菩薩糖 他所產生的修復能量 是大不相同 脂肪酸跟氧氣酸 更不用說 因為脂肪酸跟氧氣酸 連這個2的不用氧氣的 無氧呼吸都沒有 他必須在立腺體裡面 才能夠製造出ATP 所以立腺體裡面 氧氣的多寡 就會決定你ATP 在量產上 非常極大的差異性 能量的放大差異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ATP 他會降解 變成ATP 再到 Psych-MP 各位看到的 這個生物化學能 他會在高能磷酸劍上跑出來 這個生物化學能就是你吃進去食物 所蘊含的生物化學能 你吃進食物的生物化學能 只有在這個階段 當透過訓練跟運動 有辦法製造出大量ATP的時候 然後他在降解的過程中 這個生物化學能才會跑出來 給你的細胞使用 Psych-MP這個東西稱為 細胞內的第二性使 Psych-MP這個第二性使 他會放大 交感神經 多巴胺跟腎上嵌素 多巴胺跟腎上嵌素 對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作用 所以你就會覺得精神會變好 我們喝咖啡一茶 其實原理大致相同 各位看看 喝咖啡與茶是可以提省 因為他還有咖啡因的關係 咖啡因會抑制一種酶類 這種酶類叫零樂之酶 零樂之酶是讓我們剛剛那個性使 Psych-MP在分解下去 成為這種五端的AMP 所需要的酶類 所需要的酶類 但是各位 咖啡因是透過抑制酶類 所以咖啡因在抑制酶類的作用 前面這個Psych-MP的濃度就不會降減了 它的濃度就會累積性的提高 提高的 在跟MP就會放大你大腦的興奮作用 所以喝咖啡跟茶 會提省的原理就在這裡 但是我們剛剛說的 喝咖啡跟茶 並沒有 並沒有前面兩階段生物化學能的釋出 沒有 所以它只有虛假的性使 並沒有真實的能量 所以咖啡、茶是可以只有虛假的性使 而沒有真實的能量 各位要留意的一點就是 假設你常常有咖啡跟茶的習慣 當你覺得你常喝但是又覺得常常累的時候 那個就是因為Psych-MP在你喝茶跟咖啡的時間過了以後 它會崩潔 所以你就會覺得常常累 假設這樣的現象就表示你喝的量已經超過 超過的修正方法很簡單 減少你喝咖啡跟茶的量 增加你訓練跟運動的時間就可以 那麼ATP這個量的數量的多寡 我們剛剛說了 Psych-MP這個性使 它會告訴細胞 該去做它的事情 也就是說 你本來已經研化完成 該做什麼你就該去做 所以性使出來可以告訴它 剛剛的前面的生物化學能出來 又可以給公體細胞能量使用 所以ATP數量的多寡 就會決定你修復跟能不能修復 修復速度的快跟修復速度的慢 這一套東西就是我運用在患者身上的實際的運用狀態 好 那ATP這個腺幹三菱酸 它的能量修復醫學 這套東西 它主要是融合了現代西方醫學中我們剛剛介紹的基礎醫學裡面的 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分子生物學 再加上一個物理學 與東方的弦學氣功 氣就是呼吸 簡單說功是動作 所發展出來的身體細胞的自我修復 還有 還有 求生之術 還有求生之術 好 剛剛 ATP的數量會決定你的修復能或者不能修復速度的快 或者慢 那什麼決定ATP數量的量產呢 剛剛說得很清楚 是在你栗腺體裡面氧氣的多寡 那什麼決定了栗腺體裡面氧氣的多寡呢 你的微血管通暢度如何 因為你氧氣的多寡 氧氣要通過微血管才可以進到細胞的栗腺體裡面 所以 微血管的通暢度決定了你栗腺體裡面氧氣的多寡 你栗腺體裡面氧氣的多寡 決定了你ATP量產的數量的差異 你ATP量產數量的差異 決定了你身體細胞 能不能修復 修復速度的快 或者慢 好 首先我們介紹 所以 這個ATP能量的修醫學 他在運作的時候 他在運作 實際運作的時候 他必須能夠同時達成三項目的 第一個要能夠打通微血管 我們剛剛說了微血管是主要堵塞的地方 你必須能夠打通微血管 第二個 你還要能夠揮起大量的缺氧的靜脈血 同時有辦法將你的大量缺氧的靜脈血 轉化為你的沖氧血 然後這個氧氣 才能夠通過被你打通的微血管 進到你細胞栗腺體裡面 製造出大量的修復能量 這個是我們ATP能量修醫學 在實際運作上 必須辦到 也能夠辦到的同時三項要件 那麼 栗腺體裡面充滿了氧氣的時候 你就可以達成你的目標 第一個 你會進行細胞的修復工程 因為你的生物化學能可以提高細胞使用 你的信使可以告訴細胞該做什麼 所以你的細胞的修復工程就可以開始進行 接下來 你可以針對癌症病變的源頭做持續性的修復 這句話怎麼說 怎麼說是針對癌症病變的源頭做持續性的修復 我們剛剛說得很清楚 我們剛剛說得很清楚 癌症病變的源頭是由於微血管的堵塞 然後氧氣進不到細胞的立腺體裡面去 立腺體的工廠壞掉以後才開始形成癌症的突變 所以要改變這個循環唯一的可能 就是打通你的微血管 同時在持續的把你的氧氣灌到立腺體裡面去 這是唯一可能 讓癌細胞 再變為正常細胞 唯一可能的方法 這就是致因的工程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這個 打通微血管 同時 轉化為充氧卷 讓它進到細胞裡面立腺體 所以這個也是針對癌症病變的源頭 做持續性的修復 再來我們介紹 這套東西包含了組織學 生理學 物理學 解剖學 還有分子生物學 首先是組織學 這個牽涉到就是 血管 血管壁上面的構造 動脈跟靜脈是不同的 因為不同的地方在他們的血管壁的上面 動脈的血管壁上面有很多的彈性纖維跟平滑肌 所以動脈很有彈性 靜脈就少了很多 所以幾乎沒有彈性 所以他們的運作原理就不太一樣 動脈的運作適用 動脈的彈性 所形成的彈性壓力波 以離心式的方式行充氧動脈血的運送 簡單說 我們心臟收縮的時候 收縮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主動脈 生主動脈 然後會把血往上衝 衝上去的時候 它會撞到一個主動脈弓 是平行的主動脈弓 所以收縮的動能就會 擠上去之後 它會撞到這個主動脈弓的牆壁 所以動脈的動能就會變成撞擊後的胃能 然後用共振的歡視 把你的充氧的動脈震出去 給所有的器官的細胞使用 那麼因為心臟有收縮期跟舒張期 所以收縮期的時候 它的動脈血就會往前進 舒張期的時候 動脈血又有一點往回退 所以動脈血會類似以前進三步 後退兩步的方式運送 最重點就在靜脈的血液循環運送 也就是我們在訓練上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靜脈因為它本身是不能夠動 所以靜脈血的回流 回到心臟 它是透過肌肉的收縮 跟相鄰動脈的波動 以半脈阻隔力流 也就是我們的肌肉收縮以後 它的靜脈血又有後面的血 把前面的血往回擠 擠了以後你放鬆以後 它會有一個半脈把它擋隔起來阻擋 所以它的靜脈血也不會回流 所以擠了以後 你的靜脈血就會往前送 放鬆它也不會回來 所以動脈跟靜脈的運作 兩者是不一樣 所以靜脈是透過肌肉的收縮 跟相鄰動脈的波動 以半脈阻隔力流形 向心式的缺氧的靜脈血運送 它是回到右邊的心臟 這就牽涉到了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的幾個大原則非常重要 也是這一套東西 之所以會有效的關鍵 這裡的生理學就是 用力的時候吸氣 用力的時候 簡單說 就是我們在肌肉收縮的時候 剛剛說得很清楚 在肌肉收縮的時候 就是在回擊缺氧靜脈血的時候 到後面的靜脈血 會把前面的靜脈血 往右邊的心臟擠 回到右邊的心臟以後 這裡很重要 它是先回到右心房 回到右心室 然後有一條肺動脈 會把這個缺氧的靜脈血 往肺臟送 也就是說 你這裡的肌肉收縮 事實上已經把心臟的血 往肺臟的方向送 所以那個時間點 你要配合吸氣 讓送過來的缺氧靜脈血 有大量的氧氣在肺臟等著它 才能夠在肺臟進行氧氣跟二氧化氮交換 然後回來的時候 才能夠是大量的充氧血 所以在生理學院的原理就是你要用力的時候吸氣 要放鬆時候吐氣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就是它衍生出來的就是 當一個動作有兩個方向的時候 用力大的吸氣 用力小的要吐氣 像在健身房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 不管健身教練再帥再漂亮 你都要聽我說的 不要聽他說的 記得這個非常重要 當一個動作有兩個方向 用力大的吸氣 用力小的吐氣 用力大的吸氣 用力小的吐氣 好 用力大的吸氣 用力小的吐氣 好 第三個 當你的動作準備好了以後 但是它每一個動作 它的準備動作並不一定一樣 不一定一樣 所以你的準備動作要先準備好 準備好以後 開始動就配合吸氣 回來就配合吐氣 就這麼簡單 第四個原則就是 當你的動作跟呼吸沒有辦法配合的時候 那我們的動作歸動作 呼吸歸呼吸 那你記得 你一定要把呼吸調到最大量的長吸慢吐模式 走路一樣 爬山也一樣 當然你爬山的時候 會比較喘 你可以把吸吐的速度加快 但吸氣 一定要吸到一個頂點 然後吐完氣 然後重複這個模式 你的動作跟動作 但是你的呼吸 一定要調到最大量的吸吐模式 記得 任何一個時間點 都沒有憋氣的狀態 都沒有憋氣的狀態 這是生理學的運用 好 再來物理學的運用 我們運用的是牛頓的第三運動定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簡單說 作用力就是你在動作的過程中 動作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力道叫作用力 比如說你這樣握緊拳頭 這個叫作用力 反作用力就是你的手 或者你的腳 或者你的身體 跟牆壁跟地底接觸以後 所回來的反作用力 不管是作用力還是反作用力 都要讓這個力道要進入你的身體 為什麼要進入你的身體 我們剛剛說的 力道之所以作用 是為了要來打通微血管 各位你的微血管長在哪裡 長在你的身體裡面 人體有六十兆的細胞 五十一條的微血管 微血管就長在各位的身體裡面 這是一杯水 你要如何讓它動起來 你的手 力道一定要動到這杯水 這個水才會動 然後最終被你打通 所以你必須在動作行程過程中的作用力跟反作用 讓這個力道進入你的身體 其實你的身體一樣它會有回擊缺氧 靜脈血的作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跟我們的動作一樣 要配合吸氣 然後鬆出身體的時候配合途徑 他運用的是牛頓的第三運動定律 再來是解剖血 這個一般如果訓練過氣功能可能會比較有點了解 在氣口上有所謂的勞工穴 人體的三大穴道 跟我們在人體解剖血上的動脈環有關係 非常準確 在勞工穴首長這個位置 勞工穴 剛好就在我們首長的前掌跟身掌 這個叫做手的動脈環 手的手長動脈環 那竹底有一個勇拳穴 這個叫竹背動脈跟竹底外側動脈 複合而成的勇拳穴 任徒歐脈在嘴唇的上唇的吟漿 下唇的塵膠 吟膠跟塵漿的位置 他是有兩邊的面動脈 這樣很接近的過來 這個動脈環的構造 動脈環的構造到底你在幹嘛 他是在我們人體肢體的末端之前形成動脈環狀的構造 動脈環是兩邊的動脈過來 然後他的分支互相吻合 然後形成一個動脈環狀的構造 那我們剛剛說的 動脈過來他會有一個彈性的壓力波 然後透過這個分支過來以後 兩個分支靠近以後 他兩者過來的動脈波的壓力會相互的抵消 抵消以後這裡的阻力就下降 所以心臟打出去的血 才能夠通過這個阻力下降的地方 通過以後才能夠到我們身體的最末端 所以人的演化才能夠完成 這就是主體動脈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氣口的穴道 這些動脈環構造的主因 那為什麼這麼巧合 我們中的穴道都跟這個 動脈環的解剖結構一模一樣呢 因為當你煉氣有成 簡單說 當你煉氣有成以後 你的心臟打血出去 心臟一手肘打出去以後 他會共振 這個共振會強化 那麼強化以後呢 強化以後 他就會在主力最小的部分 達到最大的震敷反應 所以你的氣感就會產生 這個氣感牽涉到的是感覺接受器 這個牽涉到的是解剖學 那接下來就是分子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就是我們最終製造出來的 Adenosine triforcele 腺幹三菱酸 那這一套ADP的能量修育學 不管在醫院之前或者醫院之後 我們可以辦到的是 改善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質 跟提升的相對尊嚴 這一般人當然更容易 這個確實可以辦到 我們最終的願景是要提升癌症病人的五年存活域 簡單說要讓他活得更久 那這個也是我目前在醫院在做的區塊 那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剛剛跟各位說的 剛剛跟各位說的